一花一世界,一夜一菩提,欢迎来到禅义 岛屿,写给自己的一段话,独到心酸 灵妖,自古神仙无别法,只生欢喜不生仇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谁也不能左右命运的安排 无论喜乐悲欢,还是得失因果,顺其自然就好了 日出东海落西山,愁也一天,喜也一天 三千烦恼,不如淡然一笑 想起书本华在《人生的智慧》中写到一句话 我们的幸福取决于我们的愉悦情绪 而愉悦情绪又取决于我们的身体的健康状况 可见,心情影响健康 我们对事情的看法和态度决定我们的心情 其实,你要告诉自己 人生过的就是心情 活的就是心态 心态好 心情才会好 凡事看开一点 不要想不开 不要生气 保持好心态 才能远离烦恼 心态好 心就不累了 心静则百病息 心态不好 心乱则百病生 人生最好的养生 就是保持好心态 不悲观 不抱怨 想通了 心情自然就好起来了 多少人因为心态不好 而永远活在痛苦之中 后来才明白 一个人的心 只有乐观 向上 一直向前看 保持微笑 才能让自己变得快乐 幸福其实很简单 简单生活 知足常乐 便是人生的真谛 02 人生 要写一段给自己 告诉自己 不必仰仗别人 自己也是风景 有一句话说 你在楼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船上看你 其实 每个人都是一处风景 我们不必羡慕别人 也不必仰仗 你也有自己的闪光点 我们要对自己有信心 不必活得太卑微 扬起自信的风帆 你也可以到达 人生的彼岸 其实 你越是去羡慕别人 越会让自己变得不幸 我们有自己的生活 没必要去效仿别人 更不用去羡慕别人 你有你的快乐 别人有别人的幸福 如果只会去羡慕别人的幸福 那么我们就会减少了快乐 其实 每个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你看到的 其实往往只是表面 与其去羡慕别人 不如过好自己的生活 正如 马德说 我们常常看到的风景是 一个人总在仰望和羡慕着别人的幸福 一回头 却发现 自己正被别人仰望和羡慕着 其实 谁都是幸福的 只是 你的幸福 常常感受在别人心里 03 写一段话告诉自己 生活其实适合自己的 就是最好的 生活不必一笔高下 也不必一决胜负 生活是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温度适合自己就好了 鞋子合不合穿 不是别人说了算 而是你自己试过才知道 鞋子舒不舒服 不是看就能看出来的 而是要穿上去 自己感觉才是真的 不适合自己的东西 就不必勉强 让自己不舒服的东西 就不必将就 生活虽然不完美 但是适合自己的 才是真的 其实 有钱没钱 一样可以把日子过好 有钱自有其过法 没钱自有 没钱的过法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活着 才能找到真正属于你的幸福 人生百味 生活一地鸡毛 各种不顺 不如意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言之隐 不必攀比 做好自己 调节好自己需要的温度 自己过得舒服就好 零四 写一段话告诉自己 不要高估自己在任何人心中的位置 不是你觉得自己的人脉很广 就真的是人脉了 其实有人说 人脉 不是那些能帮到你的人 而是你能帮到的人 不是朋友越多 人生路就越多 因为不是所有人都是真心对你好的 那些需要你去迎合 去讨好 去献殷勤的人 其实不过都是跟你逢场作戏而已 真正能够在你最难的时候 对你伸出援手的人 才能成为你真正的人脉 不要高估你在别人心中的位置 不然你会变得很难堪 因为在一些人心中 你不过是一个普通朋友 根本不值得他为你付出那么多 而你却认为你们是最好的朋友 于是你傻傻地付出后 其实别人并不把你当回事 当别人找你的时候 你什么都不拒绝 什么都乐意去做 但是你找别人的时候 别人总是有借口拒绝 所以说 不是所有的朋友 都是真正的朋友 人这一生 始终要学会自我消化 学会独处 减少期待 不高估 也不低估 做好自己就行 零五 曾广贤文中说 人生一世 草生一春 来如风雨 去似微尘 人生不易 要懂得珍惜当下 活在当下 不要等失去了才知道珍惜 人生无常 世事难料 珍惜眼前人 珍惜身边人 往往很多时候 只有身边人最在乎你 是真心帮你的人 也是真心对你好的人 你要学会善待身边人 告诉自己 懂得感恩和珍惜 才配得上拥有 有一句话说 世间总有遗憾 直到我们失去 方懂得珍惜 人这一生 其实就是在身边人 爱与被爱中走过来的 要好好珍惜我们的家人 爱人 和好朋友 不要把负面情绪丢给他们 不要对他们生气 不要在不懂事的年纪里 因为不懂珍惜而错过 造成了今生的遗憾和后悔 01 50岁了 最深的感悟就是 健康地活着 比什么都重要 多少钱财和名利 其实都不及自己的身体重要 身体无病 才是人生最好的福气 一辈子忙忙碌碌 若不是生了一场病 把身体熬坏了之后 都不会发现 其实真正的幸福和逍遥 不是你拥有了多少钱 而是身体无病 自从上次眼睛突然就看不见东西了 然后去治愈 花了一大笔钱 而且还要三个月都不能正常睡觉 而是眼睛向下 反着睡觉 走路也要逼着头走 超级辛苦 当眼睛好了之后 再也不敢用眼过度了 不要再熬夜玩手机 也不敢一直工作到半夜了 俗话说 无病亦身轻 只有生过一场大病的人才有体会 人到中年 一旦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 你赚再多钱也没有用 我们要提醒自己 一定要好好爱惜自己的身体 只有健康 才是人生最高贵的财富 02 50岁了 最深的感悟就是 人想要活出个滋味来 就要学会欣赏自己 欣赏自己 欣赏生活 开心做自己 少计较 少抱怨 静下心来 你会发现生活是多么美好 人到了50岁 人生混成什么样子 其实不重要 重要的是懂得知天命 学会接受人生里发生的一切 懂得与自己和解 做人做事 始终要有格局 不争不强 不怨不恨 给别人留余地 就是给自己留退路 50岁了 想要活得自在 就要拥有大胸襟 爱前之心人皆有之 但是我们一定要掌握好分寸 莫贪心 莫触碰底线 脚踏实地 便是最好的途径 人生短短几十年 我们不要再为难自己 也不要强迫别人 每天保持好心情 不羡慕别人的辉煌 也不愧叹 事态炎凉 用一颗平常的心态 去经营好自己的生活 03 五十岁了 最大的感触就是 人生丢的东西 不止一两件 看淡得失 才能活得幸福 命运的车轮 谁都无法左右 它的前行和停留 人生的得失 也是有定数的 命中有时终须有 命中无时莫强求 当你失去一些东西的时候 说明注定就不属于你 我们不必耿耿于怀 不必想不开 当你得到一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就要好好珍惜 不要随便挥霍 珍惜才能配得上拥有 人生不张扬 低调地活着 得之坦然 实之淡然 守住自己真实的生活 才能迎来平静的幸福 人之所以活得那么累 就是因为在乎的东西太多 想要的东西太多 而心中无法知足 越想得到 就越拼了命去追求 结果却适与愿给 其实人生中 你能够得到什么 失去什么 都是有定数的 当你脚踏实地 知足地活着 努力着当下的生活 也就没什么好失去的了 零四 五十岁了 最深的感悟就是 好好珍惜你的身边人 因为是最亲的人 其实自己的枕边人 跟了自己风风雨雨 大半辈子一起走过来 是最懂自己的人 也是身边最靠谱的人 子女有自己的世界 有自己的路要走 然而一直陪伴在 我们身边的 就是我们的枕边人 越是在平淡的生活里 越是温暖人心 老伴与你相依相伴 照顾你的生活起居 跟你一起品味寻常生活 有什么事情 他都是第一个为你着想的 人这一生 有一个相濡以沫的人 相互扶持 相互付出 心中惦记着彼此 是人生最幸福的事 零五 五十岁了 最深的感悟 就是人生要学会 及时清灵 放松心态 好好活着 杨将先生说 当你回首往事时 不因路路无为而悔恨 不为虚度年华而羞耻 那你就可以很骄傲地对自己说 你无负此生 有多少人 其实五十岁了 依然放不下昔日的风光 依然对过去的辉煌念念不忘 甚至把自己曾经失去的 都变成了一种执念 想要再一次夺回来 不管用什么方式 都要让自己回到过去 其实人是要向前走了 学会清灵 才能重启真正的人生 五十岁了 无论过去如何风光 我们都要学会放下吧 人生本来就是一场空 来时一丝不挂 去时一缕清烟 五十岁之后 最好的活法 就是放平心态 不再沉迷于得失成败 懂得放空自己 才能让生命更加辽阔 如果不懂得摆正心态 什么都想得到 那么到最后 背负太多 得不到的也太多 苦的就是自己 累的也是自己 五十岁后 学会定期清理垃圾 放下包袱 卸下心中的泪 才能更好的前行 学会定期间 我最后 我最后 我看完